在這一項就會比較平分 然後節奏就是因為我們唱一首歌 其實因為它其實用大數據來說 然後就是把一個歌怎麼樣唱好聽會有感情 分成這五個部分 讓我們知道好聽就是除了音準 然後那個氣息要足夠 要拉得夠之外 還有什麼很重要的節奏 節拍 你如果突然唱一個忽快忽慢或者是拉拍 會影響聽覺 所以在節奏上面這邊也有做評分 異陽其實應該也是很直覺 就是你唱這種歌 它很精準 它連可能每一句的那個你聲量的大小的變化 我們說Dynamic 對 就問小朋友老師就知道我們這個叫做Dynamic 就是在一首歌裡面的音量變化 其實是有幫助於你的就是感情情感的詮釋 對啊 像一個 小吃苦是多 小吃苦是多 哇 哇 就是那個異陽其實 對於那個你聽者的感受是很強 有 這樣子示範都很強 它也加入了這個評分標準 然後再來就是技巧部分 技巧 大家會覺得說技巧可能有很多不一樣的就是 那它技巧是針對於哪些部分做技巧評分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頁 對 像這個部分就是 就是 歌唱有一個很重要技巧叫滑音 是 對 因為你如果就是唱的像這樣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永 就這樣子也是很呆嘛 對 可是你如果是唱加一點滑音 好 例如說我用這個 因為這個其實是我在他們那邊已經錄的 就是 因為這個地方的滑音特別明顯 是那一個 我在光巴比賽中有拿就破紀錄那首歌叫 淚光閃閃 那因為那首歌我為什麼破紀錄 就是因為我的技巧很多 因為這首歌很好做滑音 例如說像這個第一句就是 所以你就可以聽到就是說 我每次在唱滑音的 非常明顯 在這一句裡面 我就可以做四個滑音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 不但是修飾這首歌 這個情緒跟情感之外 就是 你會讓他整個聽起來比較順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有做一個滑音的這個技巧的探章 就會加分加分加分 對 滑音也是一個就是歌唱當中很重要的技巧 很重要的技巧 之外呢我們可以看到接下來 剛應該看到很多的波浪 對 這個波浪是什麼呢 我們叫做 Biblado Biblado就是 抖音 抖音 因為其實不管就是在唱日文歌 在台語歌 在中文歌 中文可能沒有那麼多 但在日語歌跟台語歌裡面 抖音它是佔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術之一 所以說很多就是你看到唱engard 唱很多就是台語歌 他們都會需要有就是很漂亮抖音 而且通常會有一個就是一個像 就是一個長音然後再加一個抖音 這樣子你在長音跟抖音的部分 欸我不小心把我得分技巧透露出來了 對 等一下 你在長音跟抖音都可以拿到分數 這是一個小撇步 但你在追求分數的同時 你也可以鍛鍊你聲音的控制力 是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知道要怎麼做 但做不到啊 做不到 有這套系統它就可以幫助你去 輔助你去練習這個技巧 而且你又不會覺得太故障 沒錯 因為你每次進步一點點 你就多啊 0.5分 0.6分 慢慢一天一天分數變高 你就很開心 沒錯 就是它的抖音 因為這首歌就是比較日文的沖繩的那一種 它除了轉音之外 還有那個抖音很重要 這一句就是 就是它會 就會有這種東西 它會讓整個歌曲聽起來更有味道 所以說你在抖音做得好的話 相信你其實這個技巧有了 你的唱歌起來 悅耳度是不會差的 是不一樣的 對所以這應該算是 剛剛就是還有一個就是下滑音 是 對其實跟上滑音相反 就是它一般歌曲裡面上滑音比較少 下滑音比較少 但是如果你有做到的話 其實也是加分的 就是幫助你去修飾 就字與字之間 就不要那麼生意 它就會用滑音這樣帶過去 沒錯 上滑音或下滑音 然後這就是我們主要的技巧的 評分的細項 沒有情感沒有用 但我在我這邊看來 你要先掌握的這些技巧 你至少要知道怎麼用 是 你才知道情感在收放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加 你要用或者是不要用 對 這種武器先拿到你之後 在歌曲全是上 顏色就會非常多 沒錯 所以未來呢 因為主要是我們自己在家練歌的時候 我唱了 我都覺得我好像有做到啊 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做到 這個就是非常殘忍的一件事 對 事實會說話 那個線有沒有在那一個空框裡面 YES 所以透過我們這個美華K歌卡拉拔 相信每個人都能夠成為我們的K歌大明星 或者是你身邊有自以為很會唱 但他自己唱 就趕快拿這個系統給他 那一場你真的也沒多厲害對不對 對 這樣我們以為就是會自中間分 對啊